高雄市一名女子不小心锁在厕所里面 消防队员大费周章开云梯车来救她 消防队员描述当时救援情形 为了救一名受困浴室的女子 他们出动云梯车 从公寓的五楼窗户进入将女子救出 去有一位同仁商从门窗进去浴室里面 将那个浴室的门打开 让她顺利脱困 原来这起事件发生在21号清晨 29岁的陈姓女子在租屋处上厕所时 由于门锁老旧故障因此受困 她赶紧打开窗户 不断的向外头大喊求救 就是像这样喊啊 窗户打开这样喊啊 是这样 事发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大门有内锁 所将完全打不开 加上房东又拒绝破门 造成说这个消防队员 只好用云梯车来救人 陈姓女子受困将近两个小时 终于脱困直呼好冷 但在救援过程中 房东不愿让消防队员破门 搞到消防队还得出动云梯车 老实动众 让民众痛批实在浪费社会资源 应该是要破门 不要浪费太多社会资源 租给别人 然后之后他要把它修好就好了 不是吗 一定要浪费那么多资源吗 经销救人到底能不能强制破门 律师说根据警察直权行使法第26条 人民知生命身体有迫切危害 被进入不能救护时得进入住宅 也就是说在紧急情况下 可以直接破门 但消防队员透露 之前曾经发生过屋主求偿的情形 因此到达现场时 还是会先评估状况 征求屋主的同意 只能说消防员还真的很难违 继尔陈胜王月芳高松报道